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正在美国访问 与美军将领举行了双方七年来最高级别的会谈 长期来两国间的军事关系一直落后于双方在经贸等领域的关系 两国军方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尖锐分歧 在另一方面双方也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中两国军方高级将领本星期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和交流 双方都希望使两国军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符合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两国各自的利益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马伦除了跟陈炳德一同观看了两军军乐团的联合演奏外 还跟陈炳德举行了深入的会谈 马伦说 我认为双方之间的会晤和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 使我们有机会确认对彼此军方的假定和设想 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可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的威胁 是一个主要担忧问题 也是双方的分歧所在 陈炳德星期三在美国国防部的记者会上反驳了中国可能会构成威胁的说法 他说中美军力相畅20年 陈炳德说 美国对台军兽以及美国应尊重中国核心利益 是陈炳德在与美方官员会晤中提出的关键议题 中国认为自治地区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陈炳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果有必要 中国将动用武力来确保统一 但在另一方面 陈炳德说 这次访问的成果的正面意义远远超出 双方所面临的所有挑战 在美国批准了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军火之后 中国在2010年基本中断了和美国的军方关系 但在今年1月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对中国访问之后 两军关系似乎正在恢复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是否向台湾出售先进的F16型战机 陈炳德说 如果美国批准这一军售 两个关系必定会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